正媒大眼深邃无关 眼前的正媒外形清秀甜美 但她不是艺人明星 而是墨西哥史上最年轻的 公职参选人 大家从13岁开始就接触政治 担任非政府组织职工 15岁创立自己的基金会 如今年仅18岁 决定出马竞选市长 除了拥有高颜值 保拉还精通英法 普希等多国语言 就算因为缺乏经验 遭到质疑也没在怕 反而强调自己 没有通气和贪腐的过去 认为具备领导能力 并且诚实守信 才能当个好市长 特巴迪特兰市年轻人口就占了一半 保拉渴望拉拢年轻选民支持 不过墨西哥毒品和治安问题严重 最近有6名交通警察 当街遭到持枪歹毒射杀 成为近几个月来 当地伤亡最惨重的社会案件之一 保拉能否如愿投身政治 帮助更多人 就看7月1号 选举结果出炉 三地新闻全配肉报道